1989年12月, 新界北大布田, 有一間叫潮涌的茶餐廳。 有一天茶餐廳響起了電話, 有人打來叫外賣。 我想要打飯家底, 牛河, 兩份叉燒飯, 總共四個人份的外賣, 送來起修花園別墅, 麻煩。 下單後, 飯餐也完成了, 外賣仔就拿著他, 出發送外賣。 送到之後, 他按一間鈴鐘, 但沒有人應門, 於是外賣仔在大門外大叫, 外賣到呀, 麻煩。 門口慢慢打開了一道門, 有人把一疊港幣放出來。 外賣仔心想, 我送外賣而已, 於是他就拿了些錢, 數一數, 數目正確, 就把食物放在門口, 就回到茶餐廳了。 到了晚上, 茶餐廳老闆怎麼算帳目和收銀機, 竟然發現紙幣裡面夾集了一些冥鈔。 收錢連冥鈔和港幣都分不清? 不可能吧? 老闆以為是伙計的惡作劇, 就叫他們來問。 但是在伙計裡面, 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只能不了了之。 第二天, 茶餐廳開門之後, 老闆再次點數, 又發現有一疊名鈔。 於是他就問了伙計到底是什麼事。 伙計回憶起, 他在日頭曾經收到來自同一戶的外賣電話。 他們叫的餐, 亦都跟沉迷一模一樣。 將食物放在門口, 他只開了一道, 給了錢出來, 非常奇怪。 老闆聽完之後, 覺得這件事不太對勞, 於是決定, 將這件事親自處理。 到了第三天, 同樣的時間, 茶餐廳又再收到同一個電話。 我想要蛋飯家底, 牛河, 兩份叉燒飯, 總共四個人份的外賣。 打來的人同樣是要牛河, 蛋飯, 和叉燒飯。 他們將外賣準備好之後, 老闆親自拿到別墅門前。 他敲門。 誰啊? 會有四份外賣麻煩出來拿。 誰知道都是沒有人應援。 只有看到門口輕輕開了一道那, 有一搭錢伸了出來。 是什麼人,什麼樣, 老闆一概就看不清。 他蹲下了, 點算了一下子鈔, 看到全部都是港幣, 沒任何問題, 於是放下食物就走了。 回到茶餐廳老闆把钱分开摆 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发现其他钱没有任何问题 只有这一搭分开摆的港币 变成了名钞 突然间老闆觉得非常之害怕 于是就向警方报警 警方接报之后 马上派人上门查探 谁知拍极门都没人认 按钟也没声 于是他们破门而入 发现有四个人横躺在地上 当场证实死亡 死亡的时间 目测已经有几日以上 警方封锁了该户 向邻居进行调查 邻居说 其实连日来都听到旁边有人打麻雀 虽然没说话的声 但是到了夜难认证的时候 洗拍的声还很清楚 过了几日 法医解剖的结果都出来了 他们发现 尸体的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一周 然而他们不明白的是 四具尸体的胃部都发现有消化程度 不够一两亿的新鲜食物 牛河 蛋饭 叉烧 这些野食 和潮涌记所送的外卖是符合的 而名抄上面 除了发现外卖仔和老板的子民之外 还有两位死者的子民 当地村民请了大师来看 发现该户 门朝东北 气冲鬼门关 音气极重 四个人死的时候 星星是遇上冲杀之时 所以 他们虽然死了 而魂魄还在 以为自己还在人间 遇上生活 遇上打牌 直到警察破门而入 冲破了气场 才可以脱困 而四个人的死亡原因 是因为天气太冷 他们在室内烧炭取暖 液氧化碳吸入太多 导致四人在梦中死亡 事件经由各大传媒报道 警方也没有否认 于是成为全港第一单 也是唯一一单 没有被政府隐瞒的灵异事件